為什麼給我笑斗,但不給我魚啊? 怎麼可以玩馬一夫啦? 馬一夫大概是最強的 沒Token這要怎麼玩啊? 沒Token不能我玩耶 沒有魚不能玩啊 好,我們玩角角一夫 沒腿夫 沒腿夫也被buff了 打他永遠不會贏 哇,他撞到了耶,你好猛喔 呵呵 喔? 喔,剛剛其實有 剛剛是不是有降費啊?我可以拿降費的 想一下這道有怎麼抓啊 加爾加爾其實蠻吸引人的 他應該是二十二魔嗎? 觀眾是這個 長長長 抓個配吧 抓個配吧 一夫沒有Token也 也是偏痛苦啦 我只好不會像小斗那樣 沒有Token就活不下去了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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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4才可以拿到第一個囚禁喔 難受啊 欸,三合一啊 咳 所以這個先拿跟後拿的差別在於我要什麼時候合上去 所以我應該想要快一點合上去 所以我應該先拿 好 馬來夫抓了射魔很痛吃不到前期強度 嘖 也是啊 可是主要的問題在於 那裡的版面沒有其他更好的可以點了 好像有海上無賴,我不太記得 連海上無賴也是 迫不得已之類的 噢乾,大爆炸 有點像另類蛙寶的感覺 呵呵呵 我們就還是湊一下 湊一下隊吧 這邊也有一隊 然後這邊還有一隊 有湊到一個 對起來應該就舒服很多了 我們等一下碰一張五 然後有 潛在有三個種族 五 有點可惜沒有弄個機械出拉 可是湊隊應該還是比較好 好 喔 打贏了嗎 OK 平手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咳 我們有八十二趴會贏 不過是一個十二趴會平手 太神奇了捷克 好,我們要碰五 馬爾或是光牙 應該是光牙啦 光牙然後我們點一個機械吧 T6光牙 呵呵呵 其實也可以點飛刀啦 可是這兩隻 不一定兩隻都會用到最後 如果光牙很聰明的話 一直加對隻 醋餅魔胎的話 我們可能會把另外一個醋餅魔胎 拆掉 很看近牌啦 呵呵 這兩個醋餅魔胎是有機會合在一起的 所以就用那個 靈魂吞噬者 可是大家要合金卡才會合在一起 呃 光牙沒有很聰明 呵呵 還有兩個靈魂吞噬者 啊~~~好強 呵呵 呵 他好強欸 天啊 像是G6欸 不過他沒有升上來啊 我先搶4了 這樣好容易卡格子喔 我缺什麼我缺機械好機械快來 好機械欸 我也沒元素 我好興奮啊 先不點先不點 他應該有機械 他在被揍欸 他沒有機械喔 難怪又會被揍 他被我爆炸 超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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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功能吧 好快喔 可也沒有喬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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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家怎麼變這麼強的啊 兩個靈魂吞噬者威力喔 好想不出來欸 四星惡魔然後再吃掉喔 他打我的時候 四星才三星欸 到底怎麼搞的 呵 嗯 恩 妳 Economic 啊 鎚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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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尼 誰 也不 Chung 我們手上還有一對配 不過 對 我們要兩對配還有這一對配 對 一手交錢,一手交貨 三小 老司耶 好,好像還好 突然歪一邊 我們要抓小黃了吧 我會幫你動住這些手下,我會幫你動住這些手下 感覺好像不太需要擔心他 呵呵 嵐龍兩個肥龍 他肥龍太大,我們還是會有問題啦 T13 等一下 你第一名耶 他怎麼轉龍啦,他超憨的 還蠻小的 再會 看起來還是有點後繼乏力耶 就這個角色 就這個角色 他手下能害上用者 Fuck 呵呵 要喝茶嗎 你 NOW! 防包子喔? 喔 有防跟沒防一樣,勇丹心 有點盾了 手還蠻順的嘛 我應該要打你啊 呵呵呵 這是我真救的終點之刻 惡魔喔 OK 惡魔這個好像還可以 我可以拿五面 可是這會直接飛回來對不對 嘖 這五面沒用 1-7喔 什麼 嘖 他全 這可能應該擺第一位啊 他可能會有燒之類的 可能會打病他 喔沒有 完全純粹是這個喔 可是喔 我只有這個毒而已 撞得不好喔 深蹲掉光光 好像贏了 OK 讚 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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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同的手下就能合成更紧张的手下 在陷阱吗? 我童虚其实可以卖 所以 复合吗? 你们确定吗? 哈喵尔也不好吗? 只有墨具好而已 好吧 我忘记他是这个 这应该是拿来防灰的,虽然他撞得很好 可以直接找 问题直接找也有可能找不到 哇,他活下来了 我应该还可以再大一点 鸡鹅 撤 哼! 哼! 菊兒? 沒有... 哪一隻最小啊? 其實我們的盾是沒啥小用啊 啊,Shit! 他如果有射的話,其實... 盾沒有很強 啊,我應該把盾往前擺 燒... Shit! 我沒防到燒 喔,他把射給拿掉了 38陣亡 都沒有射在這 啊 幹,是不是死了啊? 這個船的DPS有點恐怖 還沒,差一滴 咳咳 咳咳 我們大概一定要墨具吧 然後毒有點沒用 沒有野豬人 1 2 3 水 其實很爽啊 1 1 2 2 3 我覺得應該沒救 我好嫌熟喔 我要先熟 GG啦 GG 後面可以再打好一點啦 不過我們這邊其實有40% 後面可以再打好一點的感覺 第二 腳翼夫 腿推翼夫還是不錯 腿推翼夫還感覺不錯 不過這一局是一個 蠻艱難的局啦因為我們 被給了幾個 那個東西然後 有三個角色吧然後腿推翼夫 還有 另外兩隻都是需要 Token的所以 沒魚沒野獸其實還蠻痛苦的 剛有大師喔 大師沒有用喔他那麼大啊 你要大師幹嘛 大師是可以吃飛刀沒有錯可是 就 沒啥用 大師大於小黃喔 大師大於小黃喔 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大師比較穩 小黃比較不穩 小黃的盾有可能被射掉 然後你也可以賭說 大師可以吃到一堆飛刀 那個我們根本就不用 把小黃換掉啊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元素其實也不錯 大 他飛刀還是蠻猛的啊 他飛刀會射超多盾的 所以沒辦法 對面東西太大啊 所以還是會想要毒啦 就是這個有機會撞掉一個嗎 然後 如果先攻的話 這有機會直接撞掉一個 我們大概就贏了說實在 然後他 他燒進來之後 這有可能再給 這個套盾 所以其實不虧 好啦 今天就到這吧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 掰